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沈超老师 在屏幕上有我的微博和兄弟联的官方论坛 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进行交流和沟通 本节课我们继续来讲第六章Linux软件包管理 那么本章呢我们讲的是原码包管理 原码包管理上一章我们已经讲过了原码包和RPM包的区别 他们的区别如果对安装完成之后来讲 就是安装位置不同 RPM包会安装在系统的默认位置当中 原码包会安装在用户的指定位置当中 因为安装位置不同 带来了服务的管理方法 RPM包可以使用服务管理命令 比如说service命令来管理 但是原码包呢就只能用绝对路线来管理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具体学习一下 原码包的安装过程 这里啊有明哥的这样一张照片 昨天啊我讲了这个 原码包和阿平包的区别的时候 我说沈桃老师是兄弟年最政治的人 明哥听到之后呢他觉得很不满意 他说他才是兄弟年最政治的人 那我们就说啊看看这张照片吧 政治的人绝不可能会有这样的这种 这种罪证留下来啊 这是呢我们的学员毕业的时候 呃带明哥去玩这种蹭剑线杆的游戏 结果呢明哥的身手很矫健 趁着大家没有抓住他的时候就爬到了剑线杆上面 这个呢可能一般的人也做不到 这也体现了明哥的这种矫洁的身手啊 呃当然我就说呃有这样的一种照片留作罪证 这个永远也不能再说是自己是最政治的 所以啊哥现在是公认的兄弟连最政治的人 好了 我们来开始安装我们的原码包 呃原码包安装之前我们需要先做一些准备工作 第一个准备工作就是 安装GCC的编辑器 安装GCC的编辑器 那么呃昨天我们讲或前两天讲亚木安装的时候 GCC的编辑器已经安装完成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确认一下 GCC是否安装 哎没有问题 确实已经安装完成了 那 接下来呢 第二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去下载这个原码包 这个原码包 我这里可以打开浏览器 其实我已经打开了 大家可以去看啊 我在这里去下载阿帕奇的相应的原码包 呃直接下载任何版本都行 我这里用的是2.2.9这个版本 我就不再去下了 因为下一遍比较浪费时间 那有同学可能有疑问 我们其实在当前的计算机里 已经安装了阿片包的阿帕奇 那我是否还能再安装原码包的阿帕奇 当然是可以的 原因很简单 安装位置 那在真正的生产服务器上 绝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 虽然安装位置不同 带来它不会冲突 原码包的阿帕奇和阿片包的阿帕奇都可以 但是最起码它会占用更大的硬盘空间 占用更多的系统资源 所以在生产服务器上绝不会说 既装一遍原码包的 又装一遍阿片包的 但是呢 我们今天主要是为了讲解 上课 我们为了告诉大家 原码包和阿片包阿帕奇有什么区别 用这种例子来说明 原码包和阿片包安装之后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故意的去装一个原码包的阿帕奇 虽然系统当中已经有了阿片包的阿帕奇 但是并不影响原码包阿帕奇的安装 原因是它的安装位置 好了 解释了这个原因 解释了这个问题 我们安装准备工作其实就已经完成了 哎 这个包我已经下来了 下哪了 哎 在这里 其实已经下载回来 哎 大家可以看到 那好 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我们要说一下安装注意事项 第一个注意事项是原码包的保存位置 系统给我们专门准备了原码包的保存位置 User Local SRC这个地方 User是UNIX系统资源目录的意思 Local是本地的意思 SRC是原代码的缩写 那这就是我们系统专门用来保存上传位置的 这个上传原码的位置 我们家伙的原代码就应该上层在这里 第二个注意事项是 软件包安装位置 它安装在User Local 中下 这个我们说过 有点类似于我们Windows的C盘Program 目录 是专门用来默认用来放软件安装的 但是我们说 我如果非不装在这 装在其他的位置 当然也可以 谁让我是入口用户呢 但是我们说 这是系统给我们预先准备的位置 第三个 就是如何确认安装保存 如何确认安装过程保存 那我们说了 这个安装过程 它是一个原代码的整个编译过程 这个过程我们既没有必要 也不需要大家去详细的去看它具体的实验 但是这样的过程 因为它看起来很多 而且刷新很快 我们一定要能确认它是否报错 那么报错有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首先 安装过程必须停 如果安装过程不停止 前面出现什么 Iro 汪尼都不算 那虽然有警告 但是并不影响系统安装 首先必须停 停下来之后呢 在紧接的这个地方 一停就看 就最下面 如果出现了Iro 错误 忘记警告 或者No 找不到 这样的错误提示 证明安装报错 那如果缺一件出现了一段报错 这时候我们再来解决这个报错 那原码报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 一旦报错很难解决 那好 我们祈祷今天安装不报错 好吧 这是安装注意事项 知道了注意事项 我们就可以开始原码报安装 首先第一步是下载 这个软件 目前我已经下载回来了 那第二步呢 需要把我的这个原码报上传到Linux当中 哎 我下载回来 我是下载到了Windows当中 那我现在需要把它上传到Linux当中 那我问大家 我能否在这里复制一下 再到这里粘贴一下 可不可以 很多人想不明白 那我换个问法 超哥在这里复制一下 你在你自己的电脑里 现在粘贴一下 能粘过去吗 大家可能就会笑 那怎么可能 两台计算机 那大家注意 虚拟机一旦安装完成 虽然它是Windows当中模拟的一个软件 但是你要把它当成独立的计算机对待 那也就是说 不能在Windows当中复制 再在Linux当中去粘贴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使用 这样的远程传输工具 这个工具我们讲过了 非常简单 双击我的156的IP地址 输入我们的root的用户名 把密码 左边是Windows 右边是Linux 找了这个软件包 把它动过来复制 好了 这时候大家可以来看到 在root的加募录下 这个圆码包就下载回来了 那么第二步呢 就需要进行减压缩 下载回来的这个圆码包 是一个压缩包 所以需要执行命令 t-zxvf 阿帕奇 进行减压 减压弯针之后 减压目录就会生成 我们用动命令 看一下这个目录多大 哎 36兆 那第三步呢 我们需要进入这个减压缩目录 我们后续的命令啊 什么点让航飞 没可没可以 操作的呢 都是我们当前所在位置 如果我不进到这个目录 我操作的就是我当前所在目录 root加目录 后续的命令当然会报线 所以啊 这个命令不能省略 超哥把这条命令变成了一个 减压缩或者说安装步骤 这个步骤千万不要丢 我们很多同学在这上面容易犯错误 所以啊 强调一下 好了 进入了安装步骤之后 我们先看看 这里面有这样一些软件 那首先需要说明的就是这两个软件 Install和Redmi 这两个文件是大写 在Linist当中 任何一个圆码包都有类似的软件 这两个软件是 一个是安装说明 另外一个是使用说明 在碰到一个陌生的原代码的时候 需要先查看说明 再来进行安装和使用 那我们打开这个安装说明 看一眼 这里会把详细的安装步骤列出 我们只要照了步骤 一步一步来就行 当然超哥在这里 我们既然是讲课 把所有的步骤都已经复制出来 而且加了说明 那我们就可以不看它了 那大家如果是自己来安装 碰到一个陌生的原代码包 首先要做的就是查看说明 好了 那么第一步要执行的工作是 点让config 点让config 我们把它叫做软件的配置与检查步骤 我们有时候也称编译前准备 那这个步骤主要进行了三个功能 第一个 第一我们的这个原码包安装需要执行的功能 我们说原码包能够定义的功能远要比阿权包多 更不要提windows当中的那样QQ那样的东西 它基本上不能进制功能 那它能够支持哪些功能呢 我们用点杠config 后面加杠杠h 哎 查看一下帮助 大家会发现 它能支持这么多的编译功能选项 哎 这么多 那我们这里啊 今天不需要进去这么多 只要进一个 就是安装的 目录我们使用杠杠处理fix 后面加绝对路径的方式来定义它的安装位置 那这个安装的目录名称是可以自定义的 叫什么都可以 叫什么都可以 那原码包是这样的 其他选项都可以不定义 但是这个安装路径一定要定义 我们说User Logo是系统默认给我们准备的安装位置 那没有特殊情况 一般都要装备 那这就是第一个功能 定义安装功能 第二个呢 会检测我的系统环境是否复合要求 比如说 如果我们确定没有装GCC 那这个时候 安装它的时候 它就会到错 原因 它检测环境不通过 那这就是第二个功能 第三个功能呢 就是把定义的功能选项和检测的环境系统信息写入一个叫做makefire的文件 然后呢 这个文件是用于我们后续来进行make和make a stop的时候都是依赖于这个文件 也就是说后续的两步都是依赖它 那现在呢 这个文件是不存在的 我们查一下 虽然系统当中有makefire点印 makefire点问 但是确实没有makefire 这个makefire文件是要等这条命令执行完成之后才能生效 好了 那我们就执行吧 编译前的配置准备 --prefix 指定安装路线 user local apache 这个目录名是自定义的 我们因为安装的是第二个apache主版本 所以我们习惯性的把这个目录叫做apache 好的安装过程编译部准备 哎 这个过程啊 大家会发现你完全没有必要一个一个去看 其实也不一定能看懂 你们要做的就是看先停了吧 然后紧挨的这几行是否出现了 error warning和no 如果有就是报错 如果没有 哎 看没有 那么这条命令正确执行了 就这么简单 那 error warning完成之后 接下来就要执行编译了 make的作用就是调用gcc 把他从 把我的apache 从圆码包翻译成的机器语 那这个也没有过多的选项 执行就可 好了 make的过程 啊 这个代码完全不用你去看 也根本看不懂乱七八糟一大军 我们只要等待就可 这个的安装make是最占用时间的 他到底占用的时间长短 取决于你安装的软件包大小 还有你的系 机器的系统性能 那现在我们的make已经执行完成 我们要做的就是看他是否有报错 其实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信息啊 执行的过程非常的规律 所以应该是没有报错 哎 仔细看看这两行就行 哎 确实没有报错 那make编译过程就正确执行 接下来吧 我们执行make a start 大家小心 在make a start之前 也就是点刚好飞格和make命令 他都不会像真正的 我要指定的安装位置下写任何数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在yosa lock下 还没有生成apache2的目录 那这个时候 如果前两步报错 这两步报错 我不需要执行任何多余的操作 也不需要删除这个软件包 因为并没有装 我只需要干嘛 执行一条命令 make a clear 清空 我编译产生了临时文件 清空产生了临时文件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这个软件包 完整清空 不会影响后期便利 但是make a start之后 才会向我们的真正的目录当中去写入数据 哎 这就是它的区别 当然刚刚忘了一件事 啥事 我们看一眼 其实在点刚好飞格执行完成之后 其实我们make都已经执行完了 那现在看来也无所谓 在点刚好飞格执行完成之后 就会申请make a start 哎 这就是我说的啊 点刚好飞格 第三个功能 好了 我们现在是在make这里 那make没有报错 所以make a clear 不需要执行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只要执行 make a start 好了 它就会向我们真正的 user local apache 这个目录当中去写入数据 到这里 我们的apache 圆码包的apache 就装完了 我们只要启动它看一下就行了 它的启动命令是这样的 user local apache 并下的apache ctl just 那大家可能会问 超哥怎么知道 它的启动命令叫apache ctl 哎 不是我知道了 我们来看啊 我说了 这个install是它的安装说明 打开它 看 安装步骤 点让很飞格 编程准备 刚刚prefix指定安装位置 它定义了一个叫做prefix的变量 意思就是说 安装位置你自己随便定义 然后呢 make make install 接下来启动方法是 安装位置目录下的 并下apache ctl just 哎 它都告诉你了 所有的圆码包都有 我们只要做的是照着它的做 好了 启动它 user local apache 并下的apache ctl start 这时候它报错了 原因 80端口被占用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启动了阿田包的apache 换句话说 在同一台服务器上 虽然阿田包的apache和圆码包的apache都可以同时安装 但是启动只能启动一个 因为它们都要占用80端口 都要占用80端口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阿田包安装的apache停顶掉 我们说了啊 Service命令管理的是不是就是阿田包的apache 然后再去起原码包的apache 好了 它也会有刚刚那个包错 这个包错不影响我们的使用 所以这现在启动的就是圆码包的apache 现在我再去访问192 168.1.156 我的Linux服务器 就会发现 它既不是阿帕ache测试 也不是超哥写的那个 超哥是兄弟人最正式的 而是他自带的SWO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看到了系统当中启动的是圆码包的apache 而不是阿田包的apache 再说一遍 我们之所以把圆码包和apache 和阿田包apache 在这里都进行一列 这种安装 是为了教学 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加清楚的知道 圆码包和阿田包 安装之后的区别 在真正的生产服务器上 只能选择一个 只能选择一个 而不会去选择安装多个 安装多个 那圆码包的卸载 圆码包是没有卸载命令的 我们如果想要卸载 直接就执行 安命令 把它卸载掉就卡 它不会有任何多余的垃圾文件 我们说 Linux要比Windows文件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Windows的软件 就算通过签加卸载器 这个删除程序去删 也会还会有大量的垃圾文件 导致我的C团越用越大 越用越大 带来的后果就是Windows越来越大 但是Linux呢 它没有任何垃圾文件 圆码包会把所有的文件 全都装在这个目录下 没有任何一个垃圾文件 所以圆码包根本就没有准备删除命令 我们如果想要删 直接把这个目录删掉 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圆码包安装 我们就讲完了 本章课 我们讲了一下圆码包的安装过程 它主要执行了就是 雅各号飞格编链前准备 make编译 make list 这样三个步骤 在这里需要给大家提醒一下 虽然 任何一个服务软件 都有圆码包和爱片包 两种选 两种软件包 那我应该怎么选择呢 其实很简单 用来用它看 我们来看 这个软件包是打算干嘛用的 如果是对外提供访问 也是说像他其 以后可能会有几十万 或者上百万的访问量 这个时候应该采用圆码包安装 因为我们说了 圆码包是经过编辑的 它更加适合我的当前的计算机 它的执行效率更高 但是如果是 不会对外提供访问 只是我本级用的 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阿片包安装 比如说JCC JCC这个东西 是一个编辑器 不会对外提供访问的 只是我自己计算机用 那这个时候用阿片包来装 它更加简单 好了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 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 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西车Linux 微信公用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